好 各位朋友 欢迎回来 我们继续来讨论的 就是现在好像听说 有些人要披上菊袍 出来选立委了 那么都有一一在被 这个宋楚瑜征询意愿 我想听听看到底 有哪一些耳语 有哪一些名单现在出炉 有的可能是还不确定 还在思考 那么但是有的 好像已经比较确定的了 好 来 惠文你有听到什么呢 这个主持人就要点名 这个我是没有办法 做爆料的动作 不过这个昨天这个李建兰 李建兰老大他之前也来过 有 他在节目当中就自己讲 所以他说他一定会选 只是选区还没有定 那两三天之后 就会相对比较明朗 那当然这个跟上一届的 立委选举有关 刚刚主持人也提到说 因为上一届亲民党 是跟国民党完全的合作 所以他这次一定得提区域的 不然他没办法提名不分区 这是选举制度的设计 不过我同意刚刚思辰提到说 这样的一个在区域立委里面 对选民来讲是很困难的 很困难觉得说 那我现在到底要弃谁保谁 那会不会有票被浪费掉了 那浪费掉之后就变成 民进党相对就得力了 主持人我觉得说 大家应该去看说 这个目前马总统 他三年多的这个执政里面 包括内阁 包括五院 包括这个国营事业 财团法人基金会等等 新党跟亲民党这两个 所谓蓝军的友党 有多少人在这些单位任职 因为最近大家都比较集中在亲民党 也有制作单位做表 亲民党这么多人在干什么董事长 什么的 都是那种钱多四少离家境的工作 亲民党 那新党有没有 那如果说大家觉得说 那这样子的话 那我们不分区是不是一定要提 我们区是不是一定要提 是不是可以在 还没有跟中选会正式登记之前 然后所谓的蓝军 如果你自认为你是蓝军的话 然后有个折冲协调的空间 还说一定要印在选票上 大家来变化嘛 这也是可以啦 不过我承认我刚前面讲是说 我希望是给亲民党一个退场机制 就藉由选举的全面落败 然后大家都说都苏光光 什么都没选上就再见 然后回到国民党里面 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国民党 新党以前也是国民党的 所以我是觉得说 不要做妥协的东西 坦白讲各位前辈 都是政治的专家 你们在喬在妥协 其实民众是看得懂的 民众是看得懂 往来你们就用喬 你们就很爱喬 然后天天喬 然后做这些事情 然后讲的都不算数 我反对施晨刚刚讲 给金服松的建议 我还是强调 有就有没有就没有 不然你怎么说服大家呢 好这个林委员 就消息就少很多 然后我们每天都 光是奋商喜庆 而且前一阵的观公才生日 跑观公 那观公前面是观音菩萨生日 跑那种场子 一天这个十几二十场下来 这都搞不清楚真的 你有没有 而且我们说老实话 我们立场有点尴尬 我们也不会去特别 去打听这种事情 那我只能讲说 政治是何违规 现在大家都讲说 是蒋经国的学生 大家没事都把蒋经国搬出来 然后讲三民主义 然后又说两岸要稳定 那就国民党跟亲民党 看起来这个性质 基本的性质是一样的 就是说套句英文讲话 是羽毛相同的鸟嘛 应该要飞在一起嘛 那你羽毛相同 没有办法飞在一起的话 那就鸟本身的因素了 那就是鸟的 大脑里面的脑的问题 对不对 我突然听不懂 那我为什么讲说双赢呢 我为什么讲说双赢呢 譬如说 国亲如果最后没有办法避免 一定要去要竞争的话 我认为昨天晚上 我听了这个 辉文跟他们在全民开墙对话 我认为有些是可以做的 就是好那大家就先拼嘛 拼到登记要竞选呢 譬如说前两个礼拜 甚至前一个礼拜也可以啊 双方做个民调嘛 现在李全局好几个月啊 厉害的打仗 将军会打仗 不就打一两个月 就可以打出气来嘛 所以做一次民调 谁赢谁输 愿赌服输嘛 也不用担心说 什么民调做不准啦 作弊 没有这回事啦 没有这回事啦 如果亲民党有人要去 万华跟你做民调可以吗 我可以啊 看到没有 叫小娃后 不是这样子讲 我的意思是说 我自己要创导说 大家用做民调 来做决定的话 我就不能说 那我不愿意 我不能这样讲 我要有这样一个 我要这样的胸襟说好 如果亲民党朋友们 老朋友也要来 我这地方跟我一起做民调 好 我不能说我反对嘛 宋主席跟你做好了 好我们先进行 马上回来 选总统呢 哈哈 哈哈